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最近又是促成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各派别和解 包括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内的14个派别齐聚北京 签署了旨在结束分裂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与此同时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应中国外长王毅邀请访华 讨论俄乌之间的停战途径 而在7月中旬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闭幕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到2029年新中国成立80周年的时候 完成本次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近年来 随着中国快速崛起 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明显增加 中国参与并且主导国际事务的现象也是频频出现 备受各界的重视和好评 也然是一股大国的格局和气派 史新尔 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 我很同意你刚才说的话 就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大概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中国最近在外交活动上面 扮演的非常积极的角色 您刚才说前面提到了 2023年去年3月10号 那次是很震撼性的 促成了结尾世仇的伊朗 跟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一个和解跟复交 然后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巴勒斯坦14个派别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和解 并在北京促成这个事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是 无战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可以看到 这是以前没有的 中国现在表现得那么积极跟出色 应该就是说中国综合国力 这个内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往外面延伸的一个外实力表现 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 跟美国呢 又很大不同 美国呢 过去也在积极 国际事务它参与的也非常积极 它都是负能量的 中国现在看起来都是正能量的 所以这个区别很重要 我就认为这应该可以把它称之为 中国式的外交吧 中国式外交这个题法 听起来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很呼应 那您怎么看刚刚说到的 中国从内实力延伸到外实力 这当中的英国逻辑 谈这个问题呢 我们最好就从刚前面你提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共的三中全会谈起 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话题 确实内实力也好 外实力也罢 其实它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也就是说明中国的综合国力 正在不断的壮大 那您觉得这都和中共的三中全会有关 是 我认为是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呢 这个每一大呢 差不多就是以五年为期 在这五年中大概会开七次的全会 然后呢每一次全会都有不同的定位 比方第一次跟第二次全会都是安排人事 党人事跟政府人事 因此呢 这个三中全会呢 基本上就是思考跟这个定位 未来经济或者是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所以它能起到一些非常实质作用 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中国也好 世界局势变化也好 应该说都跟历届的三中全会 这里面特别值得要一提的 就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及这一次有可能是 2024年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是的 我们都知道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 和改革开放以及国家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 那最近闭幕的呢 是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这一次通过的是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看起来很关键 很重要 没错 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啊 就是说你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到现在为止 2021年经过了45年了 这45年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方向 离不开改革 离不开开放 就是改革永远在路上 开放也永远在路上 只是改革可能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 改革然后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那么也因为持续不断改革 跟持续不断深化 所以中国本身出现很大变化 也因为中国本身出现了很大变化 也牵动到整个世界的格局 也出现很大的变化 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请您具体描绘一下吗 这么看啊 就从这个 刚才讲45年嘛 这个45年今天是改革 中国出现很大变化 世界出现很大变化 那我认为观察这个变化呢 最好把这个放在 把中国放在一个世界格局的中心来观察 也许看得更准确一点 然后呢观察呢 我认为有三个轴线 第一个轴线就是观察中国的处境 第二个轴线就是观察中国的道路 第三个轴线就是观察中国的地位 所谓中国的处境 我觉得很容易明白 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各方面状况 是相当困顿的 就是说这条路好像快走不下去了 那么然后经过 世界三中全会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慢慢就走出一条活路了 然后慢慢就摸索出一条活路 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崛起能力了 那么现在在持续崛起 那么崛起到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可以看到再往前走 就是一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在前面等待的 那第二条轴线 中国的道路又如何呢 中国道路也很清楚 我们回想一下 1978年刚才我提到了 当时的中国非常困顿 经济方面 应该说看不出任何值得行为的前景 所以邓小平就直接换一条路 但是换一条路呢 坦白讲当时的中共 没有充分的经验 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所以中国共产党很诚实 就说摸着石头过河 咱们走一步算一步 很幸运的 中国也摸对路了 所以摸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摸出一点心得出来了 然后看看这个方向大致上也不错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且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还有一点中国特色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比较谦虚的说 中国现在要开始走一条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那么经过了又经过了几十年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在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越来越有信心了 中国发现走这条路是应该没错的 充满底气了 而且看得很清楚 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呢 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 有一些部分呢 我们不愿意用西方的 而且要用我们中国自己的 就是这就要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确实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好 中国的道路越来越清晰 那么第三条轴线 中国的地位又如何理解呢 要看中国地位呢 我觉得也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分别从空间的角度 时间的角度 还有中国角色的角度来看 咱们先看第一个空间的角度 这个也比较容易看 你可以看到四五十年前 中国处在世界 就整个国际社会里面 基本上是比较属于边缘的一个地带 但是经过这四五十年 你现在看到中国现在 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甚至要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那这个变化应该说非常大的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从乌克拉外长访华 再到最近巴勒斯坦14个派别 齐取北京 其实都能感觉到 他们有求于中国 而且中国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那您刚刚提到的 从时间的角度 又怎么理解呢 这个角度我们过去谈了也比较多 就在短短的四五十年时间中 中国的经济跟发展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已经逐渐的走出了 1840年以后 差不多一百多年来 中国在三千年历史中 发展的一个最低潮 那走出了低潮 然后短短几十年里面 不但走出最低潮 而且重新走向过去三千年历史中 2800年历史中 中国始终位居世界前沿 我曾讲过 甚至于位居世界第一的主旋律 这个方向在转 这个变化也很大 是吧 确实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 看变化都是很大的 那还有一个角色 这个角度又怎么看呢 可以这样去理解 您回想一下过去几十年之前 就差不多改革开放之前有一段 当时相对于全球的一个环境 中国基本上我必须承设 必须接受一个由美国 或者由这些霸权国家 所制定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 不管它这个秩序合不合理 你懂 你懂得必须被接受 是吧 那么经过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发现到 中国现在有能力说不了 你那个秩序好我就遵守 你那个秩序不好我未必接受 甚至于我中国开始主导和重建 一个可能比你美国过去主导的 国际秩序更好的一个更公平 更为大家其他国家所接受的秩序 这个变化也够大吧 您这样一勾勒一描绘 这当中的轨迹就非常清楚了 那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巨变 以及因为中国巨变而产生的世界巨变呢 你讲对啊 中国的巨变我刚才已经描绘得很清楚 而且因为中国的巨变 由于中国现在全世界变老二嘛 也因此引起了世界上的巨变 它不得不变是吧 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巨变 已经由因为中国巨变所引发的世界的巨变 其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 一再提到三中全会有关 而在所有三中全会里面 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就是 第一个十一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跟这一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特别值得注意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 这些巨变当中 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 其中的因果脉络和逻辑 好 咱们就从这个第一个 刚才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来谈起吧 我刚提到在1978年那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状态 相当困顿是吧 之所以困顿 就发现到不知道该怎么走 主要的原因就是跟之前 中国不慎进入到 三个巨大的误区有关系 你好像之前谈过是三个百分百 百分百计划经济 百分百公有体制 还有百分百闭关锁国 对 就是面对这三个百分之一百呢 邓小兵就提出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四个字大家就很清楚 那其实是两个概念 一改革一开放 这改革就针对你刚前面提到 那两个百分之百 一个就是价格改革 就放开价格 这个呢是针对的计划经济 因为计划经济的价格上 是全面管制的 那么第二改革叫产权改革 针对的就是百分之百的 那个公有体制 就不要百分之百公有体制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开放 开放针对的就闭关锁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邓小兵改革开放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他针对的就是他之前 这个过去中国 不慎进入了三个误区 可以说对症下药吧 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我们可以看到 意识性改革开放经济立马就盘活了 包括生产 出口 就业 GDP等等 全部都是生机盎然 那么这个是大家看到的现象 感受到现象 生理其境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从经济学原理这个角度来讲 很容易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 所拥有的优势的资源条件 跟全球所 就是国外所拥有的优势条件 完全 非常完美的结合了 因为当时中国最优势条件 是两个东西 一个土地 一个资源 还有劳动力 这是国外所缺乏的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 就欢迎各种资金 包括桥外资 港资 台资 澳门资金 都进来了 他们所拥有的是什么呢 最好的科学 科技 然后管理技术 然后市场 行销 通路等等 这个东西就是中国所缺的 中国大陆所缺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最优势的条件 跟海外 跟最优势条件 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那这个生产力 能量就绝对爆炸 这个就爆发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的 改革的1.0 跟改革的 开放的1.0 就是邓小平的 十一届三中学会 完成的一个时代任务 这是改革1.0 开放1.0 那什么时候进入2.0呢 那么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进入到1980年代 90年代之后呢 虽然刚才讲 很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但是也发现了 有很多问题 新的问题 比方说通货膨胀啦 这就发现到 光是放开价格 光是这个产权改革 它只是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一个完整的 完善的市场经济 必须还要从财税 货币体制 外汇体制 投资体制 各方面进行改革 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就启用朱镕基 因为朱镕基懂经济嘛 就用朱镕基来推动 这几个方面的改革 这是市场经济的改革 我们把它叫深化改革 好吧 那这个深化改革 就是改革的2.0了 这让中国的市场经济 变得更完整 更成熟了 明白了 可以说改革2.0 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配套改革 那开放2.0呢 开放2.0 我估计大家 可能比较熟悉吧 就在上世纪末 中国走了一段路之后呢 中国也发现到 我越来越有自信了 那么国际间 当时大家对中国的兴趣也越大了 所以双方面一拍即合 也就是2001年 中国就成功的进入WTO 入市了 当时对中国来讲 也是有一点压力的 就担心开放之后 对中国会不会造成 过大的一个压力冲突 但社会证明没有 所以这个2001年加入 世贸就是开放2.0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特别注意了 我刚刚讲这个1980年代是改革1.0 开放1.0 到了1992年是改革2.0 到了2001年是开放2.0 经过了这个两个阶段的改革开放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困顿了 开始出现了崛起的势头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出现了很多 发展的出现的问题 比方说贫富它就大了 环境生态恶化了 腐败问题严重了 资源错配的情况也出现了 这是内在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 当中国开始有崛起势头的时候 也引起了 特别是美国这些强国的高度的警惕跟焦虑 要开始来对付中国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内外形势都面临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也恰恰正好就是 2012年习近平上台那个时候的第18大 所面临的内外形势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是的 习近平面对的 一方面是从改革1.0到改革2.0 从开放1.0到开放2.0 打下的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内在和外在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面对新形式新挑战如何应对 中国的改革又如何走上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是现代化之路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奇论古今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改革1.0和2.0 开放1.0和2.0之后 经济实力迅速强大 但是与此同时也开始面对了新的内在和外在的严峻挑战 刚刚石先生我们聊到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是如何面对新形式和新挑战的呢 好咱们先谈内在的形式跟挑战嘛 就刚才讲 这个1.0 2.0改开放之后呢 中国发展速度很快走出混沌 走上崛起了 但是实际上面对了很多新的问题 比方说 这个环境生态破坏问题 腐败问题 这个资源错倍的问题 还有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这才发现到这个问题呢 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就发现到 光是经济体制改革不行的 邓小平那是改革1.0 到了1990年代朱镕基那时候改革2.0 对吧 那叫深化改革 还是经济的 不行 光是经济不行 必须要扩大到社会 政治 环境生态 文化 多方面的改革 所以习近平在十八大的时候 就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这个全面指的就是刚才讲 五位一体 经济 社会 政治 环境生态 跟文化 当习近平提出这个五位一体的 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 顺便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要有的条件 里面这个条件 很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以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之后 我们可以实现 跟追求的一个远景的目标 一个是条件 另一个就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前景 具体是什么 大家如果能够回想一下 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提出了几个大的方线 相信印象很深刻 第一个就是反腐 强烈 坚定的反腐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这个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一个远景 是吧 然后就刚才提到全面深化改革 其实这三个东西 其实都是连在一道的 逻辑上是相连的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图板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 就必须反腐 因为改革有面临最大阻力 最大阻力就是既得利益的 既得利益的 最大的既得利益的 就是国家团体 所以改革就必须要从反腐开始谈起 所以先有反腐 然后就全面深化改革 然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以后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了 所以如果没有全面深化改革 那就无以言伟大复兴 那如果没有坚定的改革 这个反腐 就无以言全面深化改革 所以它中间有这么一个逻辑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支撑路线图 明白 所以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 在您的理解中 您会称之为改革3.0 那有没有平行的开放3.0呢 有的 那您看到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 大概在19大前后吧 中国就对于这个国内市场 越来越有信心了 所以就办了一个 就是一年一次的这个进口博览会 上海进口博览会 这个在全世界少有的 我们以前都讲广交会 春天的 广交会主要是推动出口的 那么现在到这个阶段以后 中国越开放自己的市场了 欢迎大家到中国来买东西了 这就是我认为改革开放的 开放3.0了 您刚刚说到的改革3.0 和开放3.0针对的都是中国的内在形式 那其实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 世界霸主美国也越来越大的感觉到了压力 开始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压遏制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中国又如何应对呢 这部分呢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员就比较熟悉了 因为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 中国变成老二 美国老大就双双叫修吉德陷阱了 所以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开始 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 就开始打压中国 遏制中国 打击中国 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奥巴马的遏制中国 特朗普的打击中国 乃至于拜登的时候小院高墙 脱钩锻炼 这些呢他基本上都有个思维 他们的思维就发现到 中国你今天之所以崛起壮大 跟所谓什么有关呢 跟全球化有关 就是因为全球化滋养了你 让你壮大了 所以听说美国好像是奥巴马还是谁 讲过一句话 克林顿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们很后悔 2001年时候让中国入世了 所以他们都认为 有点后悔都来不及的感觉 把你养大了 把你养大了 所以美国其实是为了打压中国 反倒是曾经他们自己 最积极最鼓吹的全球化 现在开始反全球化了 对 所以你讲的很对啊 所以他们认为全球化 造就了中国 变成他们最大的一个对手 那么所以他现在开始怎么办呢 反全球化了 所以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 就开始强烈的去全球化 反全球化 甚至于到了脱钩锻炼 我称之为利全球化 不遗余利 但你有一点确实不太懂啊 就是美国在上世纪二战之后呢 开始不遗余利的催行全球化 肯定是因为这对美国自己有利 但现在开始鼓吹反全球化 难道这也对美国有利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非常基本的经济原理的问题 我们知道全球化好像对全世界各国都有利 其实不是的 这是相对概念 对谁最有利呢 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最有利 那当时美国呢 几乎在农业 工业 制造业 乃至于服务业 金融 方方面都具有核心竞争力 所以他鼓吹全球化 他希望通过核心竞争力来跟你做买卖 然后赚你的便宜 所以他最怕什么 最怕你门关起来 你门一关你不全球化 他什么都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他是鼓吹全球化 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 你看到美国现在制造业 没有核心竞争力 反而在中国这方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发现到一切便宜都被中国所占了 所以他开始要反全球化了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逻辑 因为核心竞争力从美国转到中国了 所以他开始认为全球化对他不利了 全球化反而对中国有利了 那面对美国这样的策略 中国又如何应对呢 你美国既然反其道而行 那我中国就根据你的反其道而行 也来个反其道而行 你要破坏全球化 你要去全球化 反全球化 立全球化 那我来再造全球化 我来再重新中国版的全球化 比方说中国现在推动RCEP 是吧 然后中国推动这个一带一路 还有上和组织金砖 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一个大方向 那换句话说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开放4.0了 这是开放4.0 那改革4.0呢 问的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近 我们刚看到的20大三中全会 不是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吗 这通常决定就标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就是中国事先的话 再一个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4.0的主要内容了 是的 从改革到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相当于是一个1.0到4.0的过程很清晰了 那中国式现代化也是4.0的一部分吗 没错 所以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 我觉得它是逐渐慢慢摸索出来的过程 渐进的过程 我刚前面提到 在1979年那个时候 中国要走一条路 但是搞不清楚方向 就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一段时间以后 好像似乎有个方向OK的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 必须承认 也必须看到中国也向西方学习了很多好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西方东西 有些不见得是好好的 有些不见得是适合中国的 那逐渐逐渐又根据中国自己本身的特殊条件 再加上我们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 开始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所以从19大之后到现在20大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式现代化呢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我们就看一个图板 这五个特色呢 特别值得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一个现代化 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 小国的规模跟大国规模的现代化 途径方式都不完全一样 中国是必须照顾到人口规模巨大的一个现代化 第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 这个非常重要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根本都做不到 贫困上太大 中国现在全面扶贫 都往这方面走 这是中国特色 那这下来就是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相其的现代化 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目标 全人类共同努力 再加上一个也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现代化 都在努力中 但最后一个又不一样了 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 很明显的 这个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西方呢 完全不走这条路 中国走的 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特色的和平道路现代化 所以这个呢 很值得我们重视 从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 到2024年的20届三中全会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从1.0走到了4.0 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很有意义 我们今天梳理一个过程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看清 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下一步呢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会有5.0吗 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心语 欢迎来到评说心语 是先生 今天咱们聊什么 既然我们前面谈了改革 开放1.0到4.0 那么就来谈谈5.0 谈谈改革5.0跟开放5.0吧 好 请您具体展开说说 咱们先谈开放5.0 其实我注意到 中国现在已经开始 往这方面走了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注意到 去年好像中国已经决定 开放所有的外资 能够以独资 百分之百独资方式 来进入中国 这个投资于不同的行业 这个入门的门槛也非常低 这说明中国本身 越来对自己的这个 国家的方产条 越来越有自信了 再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 就从今年开始 中国单方面 向全世界几十国家 就是说免签证 这过去呢 国家跟国家签证 都相互签证 你给我我就给你 你不给我就不给你 但这次不一样 中国主动给144个小时 所以现在呢 中国就吸引了很多外国的 观光客到中国来 来了以后才发现到 他们过去被西方媒体 都欺骗了 这个很多是误导他们的 现在发现到中国 甚至有人说 中国是一个未来的世界 太选了 太新奇了 甚至有人觉得 144小时不够 然后出去转一圈再回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代表了中国开放 5.0的主要内容 将来会进一步越来越开放 那改革5.0呢 改革5.0呢 我这么说的 就是中国呢 过去几十年 从1.0 2.0 3.0 4.0 基本上都是 主要是针对中国本身的 我上个星期曾经讲过 中国跟美国 作为世界上两个国家 两个最大国家 最后一定在PK 是吧 现在就PK很厉害 那PK到最后 到底PK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PK 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国家治理能力 第二个就是国际治理能力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国过去呢 国家治理能力相当不错的 尤其上个世纪下半夜 那现在是越来越不行 当然也看得到 美国自己也都很清楚 它在往下坡走 那么相反的 中国呢 现在国家治理能力 被很多国家过去低估了 现在发现到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相当不错 而且越来越好 除了这之外 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开始 有国际治理能力了 对国际社会 要做出一份 中国应该有的一个贡献 包括促进和平 促进发展 那在这个方面 我相信中国会扮演 越来越多多小时 中国有句话讲 除了独善其身之外 行有余力 可以奸善天下 我相信中国呢 一定在往这方面走 这是中国改革的5.0 跟开放的5.0 视频天下 关注天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生再会